美国总统川普上任 而在他执政团队29个重要阁员当中 唯一的学者就是致命中国作者纳瓦洛 要担当川普新创立的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 这一将牵动美国未来的贸易方向 如何解读 请看我们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提名致命中国作者纳瓦洛 主掌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 他的著作《致命中国》 可能成为川普的对中经贸政策 纳瓦洛更在2016年7月撰文说 美国不能遗忘台湾 大家讨论这本书的作者 Navaro 他在去年7月的时候 有清楚地表明 美国不能遗忘台湾 那也是再度地重申 希望美国新的政府 在经济上 在军事上 能够进一步强化 跟台湾之间彼此的交往关系 周六下午 社团法人 中华民国自由通讯传播协会的 解读殖民中国座谈会 邀请财经专家谢金河 时代力量党主席黄国昌 学者吴慧玲教授及民军政教授与会 与在场上百观众对谈 川普是有谋略的 各位知道 他告诉你制造会重返美国 同时啊 他的税制是有配套的 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 他是道理美国比较强 跟中国比较强 我说当然美国强啊 为什么 美国的创新是没有框架的 中国创新是有框架的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美国人赚到钱绝对没有 你没有看到有人把钱藏到中国去啊 致命中国一书 从各角度书写 中共政权如何将危害输出世界 剖析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政治腐败 环境污染 殖民剥削性的外交 更提及中共大规模侵犯人权 作者也指出中共大规模侵犯人权 把人权服役做交易 是非常不幸的 阿罗人明确表示 他不相信中共将随着时间 可以变得更加开放 减少装置 所以我们真是在唱衰大陆吗 还是说有些媒体太过唱好大陆了 而我们看不见真相 拿包的这本书不就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如果总统川普才刚上任 未来对中政策如何推展 或许可以从他的人事任命来一探究竟 新唐人亚的电视 高届人物疫情 台湾特别报导 美国精神 美国精神 华国精神 信息